广东广州出现反常现象 一百万人分批离开 上海也有五十万人离开 这么多人离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多人正在离开上海深圳 主要是他们那些地方是工厂打螺丝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武汉街头却热到飞房 真的是令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工厂 宁愿跑去送外卖 也不愿意坐在写字楼里面吹空调 宁愿跑去送外卖 也不愿意在室外 就是不愿意在室内等着 那么睡饮二两 说实话没有这睡饮二两 咱们啥也干不了 人活一辈子 有的是为了钱 有的是为了生存 有的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也的是为了以后有个保障 不过说实话 今年这么多人离开 主要还是因为今年工作 确实岗位竞争力太大了 晚年的时候 这工厂的工价一个小时能达到26 现在能给个十几块就不错了 好几个亲戚朋友在那边打工 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说回来暑假给自己放个假 我想想这还是学生时代的一个 享受天伦之乐的一个就是放假 现在呢 敢都不敢想了 居然被我们实现了 以前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老家 现在呢 夏天暑假都能回老家了 都能放暑假了 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真的是令我感到百思又不得其解 今年呢 竞争力真的是特别大 首先第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都说刚开始啊 确实放开之后生意非常的好 但是现在呢 好像需求饱和了 人们经历了三年的口罩病毒 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人们养成了一个习惯 在大环境刺激消费的大环境下 人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存钱 这几年呢 发了几千亿的消费券 确实带动了不少地方的经济 然后呢 但是呢 现在人们存钱好像是更加愿意存钱 反正这种反常现象 真的是越来越反常了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 现在就是房子不停的打折 也没什么人买房 车子不停的打折 也没什么人买车 而是更愿意把这个钱呢 存到这个 呃 银行里面去 但是呢 人们对这一块地方呢 还是比较看重的 那就是旅游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眼前这个旅游逛逛巴士啊 在武汉这边 人山人海啊 各大旅游景区 人气爆棚 人满为患 人山人海 人潮汹涌 没有视频是真的不敢相信 反正呢 就是越来越多人 开始离开广州 深圳 上海等地 这种现象 真的是越来越奇怪了 好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 给我留言互动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你们有没有回家 放暑假回家呢 可以在评论区 一起讨论一下 对现在的工厂的当价 很多人逃离 那个工厂 你们怎么看待 可以在评论区 一起交流一下吧 就会在评论区 在评论区